你不知道这个词 对啊 就是说没有touch过 人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致见呀就是很局限性的 你比如说佛教的词语 专业词语 你没学过你没不如这个领域 你根本你不知道 医学方面的词语也是一样的 你从来没有touch过 没有看过 那你说哇一看了以后 什么什么 我想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老老爷 然后后面底下一大堆解释也看不懂 因为确实不了解 这个无知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的知识量 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了解得很透明 那我就在想这种 我们在这个人生中 希望能够 把你自己所学的自己所想学的 然后做好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要是要touch 那所有的佛 我们在那天说过佛都不是万能的 佛有三种佛灵 对吧 因为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运在那些没有意义上 要用在真正有意义 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 你说我愿意 愿意讲课愿意制作 我就去把它做好 现在在这个里面 沙里面看到那些 残废的 看见那些什么生病的人 必定他前世和他过程当中 有很多因 在此 那我们学佛为什么要有五戒的这个 就是让你戒这些东西之后 戒这些五条之后 然后呢 让你真正的明白一个人 是怎么回事 甚至说再慢慢的也会是通过他们修训 你们他这个短期出下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慢慢的自己的 从行为了解自己的心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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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包括我自己也有感受的时候 我刚开始来加拿大之前的时候 我和大法然在一起苏州见面的时候 我和大法然在一起苏州见面的时候 他有问我谈的时候 说谈你好是 你在苏州什么的 我问了解情况 我说普泽山挺好的 但是我想年轻的时候想出来 因为普泽山不讲英语的 英语你时间长了一会 你就复合 everything 几乎就是语言你要不用 就像房子你不住就坏 然后在那个环境下 我每天就是接待 来着五湖四海的这些领导也好 就是说任权 李连杰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明星 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副部级 包括那个这家省省委书记 以前叫夏宝罗宏 我们以前都这个没事 经常去活跃啊 喝茶 有时候聊天 就是说太累 全部都是接待的了 并不是我体现出来 我感觉我是法师我要讲课 讲课 后来我才慢慢的 以前是这个概念 现在慢慢的这个成长力 我才知道啊 原来那被你教学书 也是对的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太理解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这个年龄和stage 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 你就不可能 touch 到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呢我现在稍微理解 比如说大伙人让我啊 你把这你去带导游 没关系 我等等等 我也是去 现在我也是长导 现在我的心态呢 就传维好了 我能做什么啊 为什么能做什么 没关系 我做什么 我去做好它 然后讲好它 这就是我的本质工作 就可以了 其他的任何的 不该我想的 不想的也没有用 该我想的 我就把它想好 这就是把药 就是像我们佛教里面 缠组的一样 就是心念一处 如果你心念太散乱 你就不可能讲得很好 不可能做得很精致 我也从这个慢慢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经过很多坎坷问题 才慢慢的认识很多 现在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因 你一定要杀 在你杀之前 比如说我要杀一个东西 要做一个东西 你杀之前 所以呢要做想什么 现在在后期的时候呢 佛又给大家 又给大家 就是祖师大德 又给大家呢 后期的人呢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回向 就是说你做了 之前做了很多 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能做什么的 但是今天基督教 以斯兰教他们 也有一个什么 祷告 对 其实这个回向就是 让我们内心当中 认识到自己 之前的很多问题 或 然后呢 回向回小向大 让我们的内心 认到这个错误 以后怎么去改